2023年4月10日 索尔 你们个人的和平地带都是相互关联的 传导John's Moment 译者 杨生传导 当人类集体继续朝着他最辉煌觉醒的现在时刻全速前进时 继续设定和重新设定你们的意图 只爱发生的一切 这样做是非常强大的 这是你们自己的个人也是集体对人类觉醒的意图 这种意图是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 因为它完全符合上帝对你们所有人的意愿 你们的觉醒是神圣的 当你们每天热情而充满期待的等待 祈祷和冥想时 你们知道 尽管你们的自负可能会对你们产生任何怀疑 但你们已经深入到觉醒的过程中 这是一个保持良好灵性状态的时刻 是的 你们有情绪波动 但当你们意识到在与他们接触之前出现的恐惧或不安情绪时 你们可以欢迎他们 感谢他们的服务 并释放他们 让你们保持自然的平静状态 爱是你们的天性 它总是平静地接受任何出现的事情 没有条件或判断 然后以任何管道最美好的处理现在的时刻 以造福所有相关人员 你们确实需要经常提醒自己你们的真实本性 这样你们才能每时每刻都与之保持联系 然而 有时 也许是非常频繁的时候 当不爱的情绪出现时 你们的自尊心会冲向你们的防御 大声鼓励你们与他们接触并做出判断 似乎会溶解或破坏你们的内心平静 一定要有你们的意识 你们的正念 这样你们的自负就不会驱使你们与不那么爱的人互动 然后当你们意识到你们非但没有爱 反而隐瞒了你们的爱时 你们会处于震惊的状态 因为从本质上讲 爱总是在疗愈和平和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 那么一旦你们意识到了 请原谅自己 不要陷入内疚感和由此产生的负面自我判断 因为在那一刻 你们确实像往常一样尽了最大的能力做出了回应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有时会不愉快地参与其中 这是作为一个人在形式上经历看似不真实的现实 分离和恐惧的一部分 引人的形式生活的身体状态 无论是虚幻的还是梦幻般的 都是虚幻的 因此你们可能参与的任何不可爱的事情也是虚幻的 不可能发生 是的 这似乎是非常真实的 尤其是当你们的身体受到身体伤害或损伤时 因为你们构建了这种状态或状况 使其看起来尽可能真实 而且你们做得非常成功 觉醒是对其不真实性的完全理解 定位你们从位于母神父神上帝的存在分离的全意识意识意识而高兴 即使是在一个微小的时刻 这就像是从漫长而艰巨的旅程中回家 根据你们现在的经历 这才是真正的回家 当然 你们渴望这段旅程能够完成 结束或者也许是开始 因为你们以前对现实没有记忆 这是非常接近的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主要迹象 对于绝大多数人类来说 很明显 从一个的区到另一个地区 你们的生活和互动管道的重大变化必须发生 而且现在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 仅此一点就值得庆祝 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们越来越多的生活在当下 这是你们唯一能经历的时刻 感受到你们本性的平静 尽管你们周围可能会出现任何动荡 你们是和平 你们是爱 其他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当你们在自己内心 在你们主要作为身体体验的意识中感到和平时 你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神圣的真理 意识到你们的意识是爱与和平的永恒存在 这是当你们走进内心 进入你们自己神圣和个人的内心庇护所时 你们可以进入的 因为你们每天都在安静地独处 如果你们能在一天开始的时候 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进入你们每个人每时每刻内心深处的神圣空间 这将为你们的一天做好最美好的准备 让你们专注地 深情地与所有与你们互动的人打交道 你们内心的平静感及大地加强了你们的能量长 其他人会感受到来自你们的平静 并在你们面前受到鼓舞和提升 尽管他们可能没有任何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你们与他人的互动将比你们因任何原因不放松 与自己平静时顺畅得多 一切都回到了存在 这是你们此刻在地球上的主要目的 你们创造并提供了空间 这些空间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让其他人感到安全 对于大多数处于状态的人来说 安全并不是一种他们有很多机会参与和体验的状态 因为他们觉得在应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时 需要保持警惕和防御 你们个人的和平领域在世界各地都是相互关联的 随着你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允许自己在内心平静下来 你们就允许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即使这几乎完全发生在你们的意识水准以下 除非你们已经有意识地选择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尽可能地保持专注以帮助觉醒过程 你们都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化身的 但在你们出生的那一刻 笼罩在你们身上的健忘症 阴云非常厚或沉重 除了短暂的时刻 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非常难以转移或离开 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 因为烟霉地球的爱的海啸正在继续加剧 它必须非常温和地这样做 因为你们的身体形态需要时间来适应它的能量 提供给你们的无限力量 并且当你们越来越接受现实 即你们真正的唯一的本性是爱 你们可以更容易地调整自己 以接受它并与之产生共鸣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现在是化身 并且你们正在出色地成功地承担 你们每个人在现在的物质生活之前 自愿承担的任务 你们是 你们中的每一个人线 在都化身为完全灿烂的光之存有 披着淡淡的斗篷 这样你们就不会让那些 与你们如此亲密互动的人眼花缭乱 因此无论发生什么 都要继续爱并提供爱 这样你们才能真正享受 世界混乱和困惑的剩余时刻 知道一切都得到了神的照顾 带着如此多的爱 索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